把身价过弯的德文猫拿到农村狗室 它会值多少钱 今天就去农村狗室里看一看 刚进来就看到两只德文幼崽 一对非常大的精灵耳 还有一身卷而密的白毛 这也是德文卷毛猫身价贵的原因 无论怎么摸都只会掉非常非常少的毛 简直就是蚕食官们的梦州吉猫 两只一万二 你现在市场还那么贵吗哥 它不是人的黄眼 黄眼的便宜 你看这是蓝眼 你看看身上的毛 都比它普通德文要好 那你说最低价多少吧 你比我成一样哥 我莫紧你拿就一万 别人的话一万二都不买 两只蓝眼睛纯白德文才一万 还是一共一母真是太便宜了 看来德文猫的身价 也没有说得上万元那么贵 都拿了 五个都签一面了 这五个大毛是一万文猫 这一句我现在下的没一个好呢 那当哪一只呢 两个就当年五 这个 便宜是便宜 可惜没有好看的 如果单纯喜欢德文 不掉毛这个可以考虑 再去看看下一个 哇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只非常好看的奶牛德文 而且还是正开脸 这也太好看了吧 多少钱 就这样 最低价8 最低价8 对 这鸡眼的都没一万多 那你去拿到这儿 拿那儿的那个 少不了了是吧 少不了一家 大姐也实在 这么好看的德文 价钱真不高 可惜好猫不多见 今天也算是减料了 我现在去拿到了 我之前要带你 我现在去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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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儿就在那儿